继台北市宣布了特定购物袋可以当成垃圾袋来使用之后 新北市也拍板定案 与连锁超商和超市合作推出了相同的服务 只不过新北与北市的垃圾袋呢 短时间内还是无法互通使用 购物袋需要吗 这些双带合理 买篮子的双品结完中就怕忘了带购物袋 还得自掏腰包再买一个 但这款购物袋可不一样 除了全面改成粉红色之外 也能当作垃圾袋使用 还有垃圾袋专属的防卫标签 只是原先超市购物袋一个一块 现在双带合一要价六块钱 为了让塑胶带减量 来推动这样一个政策 不断让民众省钱 然后也能够环保 那这是一级双得 这个对我们卖场也非常好 对整个环保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和过去垃圾袋比一比 配合购物使用厚度增加到0.06mm 比较耐重也比较不容易破 在新北市的超市超商近千个门市 都能购买使用 只是新北与北市还是不能互通使用 因为它有限制到 中央跟地方法规的一些 分权的差异 所以这个我想互相的合作一定会有 那能不能做怎样的合并 或是怎样的处理 我想后续我们两个城市 可以一起来讨论 虽然袋子变贵了 但比起过去买回去只能放着 消费者还是乐见其成 当购物袋 然后又可以回去又可以当这色袋 很方便又省钱又环保 这个东西就是第二袋 这个用得比较方便 那这色袋装装 有好几次 满带着名声用品 一人一代拎回家 新北市排版定案推出双代合一 一年可减少约420万的塑胶袋使用量 但提醒民众爱地球做环保 还是养成代购物袋的习惯比较好 云电TV陈清云 李志轩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